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30号周五的赢家攻略 12月30号 2022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各位2022年这一年的 台湾股市也好 全球股市也好 我相信让很多 尤其是如果说你是这两三年 才刚进股市的话 我想今年这种走势 算是让你大开眼界 知道什么叫做空头市场 不过当然 各位如果说你在股市 已经有个二三十年以上 像微国倾我民国76年就进股市 到今年已经36年了 对于我来讲 其实今年这个空头市场 一点也没什么奇怪 甚至今年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微国倾我用那个月K线有没有 当时就特别提醒大家 我说这个台股跌破年限以后 空头市场来了 从年初到现在 这面微国倾 尤其在那种 不要说短线 尤其在这个中长线 各位做股票 你真的要中长线 你要抓得住趋势的方向 对吧 我想今年当时在年初的时候 有几个人敢给你讲说 这边已经进入空头市场 但起码当时微国倾 我不断的提醒大家 不断的提醒大家 甚至我拿那个月K棒有没有 来告诉你说 已经跌破了这个年限 进入空头市场 好吧 如果说当时在年初 你是我的会员也好 你看到赢家攻略也好 你起码心理上 你有警觉心说 威老师已经讲说进入空头市场 起码我想今年 尤其当时的大盘 跌到10月底的那种走势 起码你能避得开的话 起码今年你还算是一个幸运的投资人 最怕就是这个 如果说你是这几年才进股市 没有看过什么叫空头市场 结果从年初还一直一路去拼 就拼到10月底的话 哇恐怕很多的股票腰斩再腰斩 会随身财中 好吧 所以当2022年空头市场这样子走了一年之后 当然我想大家对于目前心理上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好吧 到底明年整个的市场 该大的方向该怎么看 今天维国金我会跟各位谈一谈 到底明年一整年从总金的层面来看 到底明年股市会是怎么样一个市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们回到短线来讲 今天台股果然涨上去了 昨天不是跌到季线了吗 昨天跌得跌下去 市场上是一片悲观吗 可是昨天在节目上有跟你讲 这个我说这个跌到季线的话 其实基本上大盘其实短线有反弹的机会 果然今天就上去了 虽然说总统的美股市有涨 但是起码今天台股也是往上去 对吧 好所以这个地方到底第一个 短线怎么看 尤其这个所谓的短线就是再过三天 就是这个进到2023年 这个下个礼拜二 这个大家放完假之后 下个礼拜二 就是开始面对2023年的第一个交易日了 那好那第一个短线 再来大盘怎么看 个股怎么看 再来刚刚讲过了 那就明年一整年来讲的话 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讲 那明年的行情该怎么看 我想这个今天我在节目中会跟大家 做很详细的分析 尤其这个未来这几天放假 那我希望说你真的要把这个赢家攻略 这个好好的看 而且最好能够看看一次两次三次更好 好吧 好那当然而且到底那什么股票 这个回来之后呢 到底一月份 到底什么股票会比较有机会 今天这四个重点呢 在节目上 我都会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好 来我们从大盘开始吧 各位这个我先从这个短线讲起好了 这个因为今天台股的反弹呢 其实在昨天的时候有没有 这一波从12月1号 就跌到这个 跌到昨天12月29号 12月基本上等于是 又是从月线来看 又是跌了一整个月对吧 那而且昨天刚好就跌到这个 这一波的最低点 那但是到了昨天 本来市场上又是一片悲观嘛 说哎呀这个盘就是跌跌跌跌不休了 可是问题当昨天这个指数跌下去之后呢 我昨天还特别提醒你了 我说哎哎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已经回到季线这个地方来了 既然回到季线的话 而且重点是短线跌了1500点 所以跌到这个地方呢 你反而在心态上 你不要太悲观 有没有 我昨天特别讲吧 跌到季线这个地方来 那这个这里呢 能否成为这个12月 这一波下跌以来的指标的位置呢 会非常的关键 对不对 好吧 果然今天 昨天还在收黑K 可是今天呢 用跳空的方式给你往上跳 好吧 那既然是这样子 各位 重点来了 那其实到底这个短线上 到底在季线这个地方 能不能成为一个这个 12月以来这个止跌的位置 那我先给你一个结论 我认为这个机会有 这个机会有 除非 除非这个未来几天呢 美股又出现重挫 那这个台股呢 若说出现中长黑 跌破了季线 那当然了 那这个盘就继续往下做修正 那就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呢 只要未来这几天 假如说美股没有出现这个大的闪失的话 那这个台股能够啊 在季线这个附近 能够来回震荡 季线不再跌破的话 我就跟你讲了 那基本上只要能够 未来几天 能够把这个季线能够守得住 不再跌破的话呢 那在这个地方啊 其实是有机会 足出一个小底 这个只要能够足出一个小底 那其实1月份的行情 那基本上是可以期待的 好吧 那不过当然了 因为以今天来讲的话呢 这个无日线 基本上十日线 还是没有站上去了 那所以这个下个礼拜二回来 之后啊 那就看一看到底这个台股呢 能不能够 第一个如果说啊 这个下个礼拜呢 能够很快的 能够站上十日线 站上五日线 十日线 都没有再跌破的话呢 那这已经算是这个多头 短线多头转强 一个重要的讯号 我听到没有 我再讲一次 下个礼拜回来之后 如果台股能够 能够开始 能够有一两天 能够稳稳的守在这个 五日线 十日线之上的话 那这是预告你这个1月份 有行情的一个 第一个征兆 好吧 那如果说这个放假期间 如果说美股还要有跌 那台股如果说下个礼拜回来 就继续 基本上 又再往这个季线这个地方 拉回的话 那还是 还是没有关系 我再讲一次 重点就是 只要季线这个地方 能够守住不跌破了 那这个地方 终究会有机会 往上给你做一次 比较像样的反弹 好吧 那但是当然我跟这边 但如果说这个美股 又出现什么重挫 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真的把这个季线 也一次跌破 如果中长黑跌破掉的话 那当然 那1月份的行情 你就继续往下做修正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变得相当相当的关键 好吧 那当然 如果说你自己实在 也搞不懂 到底这个盘 到底该涨该跌的话 那我还是奉劝你了 过来跟上美国庆 好不好 那我说这才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好 那这是关于大盘的部分 那另外我刚讲过了 那如果说就明年一整 就2023年一整年的情况来看 那基本上 我认为2023年整个的行情 基本上会是一个大区间的震荡 为什么叫做大区间的震荡 因为第一个 因为毕竟这个FED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整个2023年 基本上他们美国 会维持在一个5% 或是5%以上 一个高利率的这样一个水准 而且FED已经一再大白话讲 明年一整年 他们并没有考虑到 要这个开始要降息 没有这种考虑 所以呢 这个 所以明年基本上 起码上半年 或是到下半年为止的话 那FED一直 维持在一个 比较高利率的水准的话 那这个对于美股来讲 其实真的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毕竟这个 只要是利率维持高档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科技类股 因为经过所谓的 这个股价的股价模式 那基本上总是会被压抑住 所以就是说这个 因为FED已经大白话 一直讲说 它明年2023年 基本上会维持在一个高利率的水准 所以你说这个 明年要马上 这个进入一个多头市场 这个起码 我们先以上半年来讲 这个机会真的不大了 这就真的不大 甚至到下半年的 这个看起来机会 也不是很大 这个东西 就是你就按照FED的态度 你就按照FED的讲法 去估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当然行情也不会跌一整年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明年 这个不管是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以大盘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大区间的 来回的这样震荡 这个几率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 明年你在操作股票的时候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懂得 怎么样能够拿 能够抓住大盘的这个 涨跌的tempo 或是各类股 或是各股这个涨跌的tempo的话 其实明年做股票你要赚大钱 其实不难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 其实因为今年 从2月份开始 台股一直跌到10月底 因为这个跌幅是相当的大 所以其实明年正常来讲的话 不管是美股也好 或是台股也好 这个下跌的幅度 应该不会像今年这么大了 因为今年这个跌幅 因为已经跌了20几% 从今年初的高点算到 昨天来讲的话 大概台股跌了23%了 已经跌了23%了 所以明年来讲的话 这个就算继续 这个行情继续再做整理好了 可是那个跌幅 应该不会那么大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个走出一个比较区 一个大区间的震荡 这种走势是最可能的 好吧 所以既然是走这个大区间震荡 其实代表就是说 那很多的股票 其实明年股价是有表现的机会 对不对 大家亲自肚明 每一次当大盘进入这个区间震荡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多的个股 会大涨特涨的时候 可是问题是说 明年到底什么类股 哪些产业什么类股 那里面的什么样的个股 有机会大涨 如果说过去以来 如果说你自己很会 从这个产业面 或是从这个个股去挑强势股 而且你都大赚的话 那我恭喜你 那你2023年是一个 你可以继续赚大钱的一个年份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过去长期以来 如果说你自己 你实在搞不懂 到底什么产业 比较有机会 那个股要怎么挑 要是你都真的 你还是搞不清楚的话 那韦国新我还是奉劝你 你还是早早过来跟上我 我一再讲 今天韦国庆 这个我想你赢亚功率看了一段时间 你应该很有感 就是对啊 通常那些强势股 比如说我总是能够都在 那个起涨点有没有 帮会员抓的清清楚楚 而且来再通过这个大副线 来这个通刺那些强势股的 那个大波段 对吧 那我想其实这个做股票 因为你应该也很清楚 要找一支能够长线大涨的股票 还要能够通刺大波段 对啊 那一定就要通过这两个步骤 才能够做得到 对不对 否则不然你告诉我 你再来你要怎么找 不然你还要问什么方式找 什么技术面筹码面吗 消息面吗 那三种面向我在讲 那三种东西啊 都是玩短线而已 一个真正能够长线大涨 能够长到一倍两倍 甚至好几倍的股票 你认为只是技术面筹码面 或是消息面吗 不太是对不对 所以对啊 所以微国庆 但是我就讲过了 除了技术面筹码面之外 微国庆我花了更多的时间 在研究每一家公司 它的未来的前景好不好 这个才是股价能不能长大涨的 关键所在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我特别讲 光是基本面好 不见得股价会涨 甚至可能股价还会跌 但是问题是 再透过大富线 抓住那些 是属于上涨阶段的股票 把这两个条件加在一起 那些波段的大涨的股票 很容易 其实不难选 真的不难选 一般人说 哎呀目前台股1800块2000支股票 怎么去选一支大标股 我就跟你讲啊 就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你不相信吗 各位你真的说 魏老师 就这两个方法就可以选出 哇 那真的能够大标股 而且能够同时大破断 真的有这么好吗 有没有那么好 来我问你 各位今天有一支股票 股价还在创历史新高 哎现在台股有几支股票 股价能创历史新高的 没几支 但是这支股票到了今天股价 还在创历史新高 哪一支 哪一支 你看人家攻略 有没有 你从7月以来 有没有看人家攻略 高利啊 各位高利啊 高利到今天股价 还在创历史新高啊 187了 187了 我讲到高利 你很有感了 哎呀高利 还是高利 对各位还是高利啊 还是高利啊 你自己看 对不对 如果说你这几个月以来 你有看人家攻略 我说各位 如果你真的有跟上高利这支股票 我说各位 我说真的到今天 2022年封关 你真的不觉得台股在走空投市场呢 各位这支股票 你看它现行走势 你还会以为台股在走多头雷 对不对 哇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我的天 那高利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我跟你所谈的嘛 我有一些 我有两个SOP 高利的基本面 你应该很了解了 如果你这几个月以来 你有看人家攻略 对不对 做氢燃料电池 嗯 而且他同时还是做那个什么 那个版式热交换器的嘛 然后包含到 甚至他也跨足到伺服器的那个散热啊 跟很多那些热能的一些交换 跟热能的一些散热的东西 各位 其实你说像这个什么 什么再生能源啊 新能源啊 什么这些伺服器啊 这些什么 会通通都是未来最看好的产业嘛 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那高利 而且高利你看 他从今年大概4月5月之后 每个月的营收都在创历史新高 各位 你关于高利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跟你讲了快半年多的时间 我说我说这个 我说这只股票 股价一直往上涨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人家就是有那个本事啊 为什么他的营收 每个月在创历史新高 那显然他的基本面一定超好嘛 这个没什么悬念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各位这种股票 哎 当时从7月初的时候 高利60块钱这个地方 这种大标股出现波段买讯 我到时候开始跳进去买 之后各位 可以说我想大概 当时全台湾股市 就是我不断的跟你讲 哎 过来过来跟上微微信 跟着我做高利 因为当时他前面其实营收 已经在连续创历史新高 之后跟你讲 从7月8月9月 一路到现在营收 通通创历史新高 那时候12月初公布的11月营收 不是还在创历史新高吗 我就跟你讲 我说这家公司营收 几乎是今年以来 大半年是每个月创历史新高 那就已经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 他基本一定超好 就这个样子 你说今年以来 本来前面 电子股里面 还有一些股票的营收 还能够创新高 可是各位说真的 到了10月11月之后 你看那些之前 还能够创新高的 都已经没几家了 可是高率对不对 因为就是沾着 新能源这一块的光环 对不对 它的大客户 Bloom Energy 你那个业绩也是超好的 甚至现在连南韩的SK海力士 都去跟Bloom Energy就合作去了 你看将来这一块 比你有多大 不断的给你来过来 你跟着我做 各位问题是 从7月 之后一直到现在 你有过来跟上我吗 你手上有高利吗 我说你没有的话 你真的枉费 我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讲到现在 各位 微光线的特别会 当时从这个地方 你看 当时在第一波 从7月份到10月份 一涨 第一波已经涨了超过一倍以上 对不对 后来到了10月13号那一天 第一波的出现波段买讯 我也跟你讲说 那我高利我全部波段 或者了结一趟 但是到了11月4号这一天 高利的大标股里面 又出现波段买讯 二话不说 我就跳进去了 因为我知道他有讲 当一家公司基本面 持续好的时候 这就是我的口袋名单 那基本持续好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对不对 看看到底 目前股价在大会线上 是处于上涨 是处于做多的阶段 还是做空的阶段 第二个就是看着这个地方来 那高利不是标准 对不对 什么地方该进场 什么地方该出场 什么地方可以重新进场 而且重点是 除了这两个 这个波段的起涨起跌之外 还有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一直跟你所谈的 我说 再来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一直就算能够大涨的股票 他一定也不是天天涨 他一定也是 对不对 涨一段震荡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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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一段对不对 到出现波段的卖去 涨一段震荡震荡 涨一段震荡震荡 涨一段 你看他昨天 昨天高利的盘中 还往下杀过一次 又回到大幅县 后面又给你拉上去 你看 对股价走多了震荡震荡 来到大幅县没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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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股价有震荡 没有跌破大幅县 波段没有结束 后面必有高点 股价有震荡 没有跌破大幅县 波段没有结束 后面必有高点 就这样子你看 从波段到短线的不断的震荡 随着大幅县一路走高到今天 股价创历史新高 我请问你 嗯 这不就是标标准准 所谓的真正叫做大标股吗 而且不但是大标股 问题大标股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是基本面超强 每个月的营收都在创历史新高 然后股价有没有锁在大幅县之上 有 对不对 不论如何的震荡 都锁在大幅县没有跌破 不论短线怎么拉回 都锁在大幅县 都是没跌破 这一波也好 前一波也是一模一样的 走到现在来 各位 两波加起来 已经1.6倍了 原来股市里面 你不是就希望要有这种股票吗 不然你要什么股票 每天短线冲来冲去 不然就是今天涨这支 每天涨那支 去追这支 明天换那支 去追那一支吗 各位 我一直在讲 如果你的资金 你有个几百万 甚至几千万以上 而且你也是那种 真的就是那种 稳健型的投资人 你也喜欢 找那种规规矩矩矩的股票 不要说什么小妖狗 搞那些有的没的 对不对 你就是希望说对啊 就像薇老师所谈的 就是找一支 一家公司 未来的成长性超好的公司 对不对 然后把它列入你的 长期的操作的标的 但是问题是 再长的股票 不会天天涨 波段也不可能 永远涨不停 它也是涨到某个地方 会给你做一次中期修正 但是在修正的过程当中 没有跌破大幅线 那短线没有 那代表说短线 还有上涨的机会 除非波段出现卖讯 我一定带着你 把整个获利了结一趟 然后来之后 等它新的买进讯号 再跳进去 不就这样操作而已吗 各位高利 我想从7月到现在 我跟你讲高利 如果一家高利 你看过这几个月 你会超有感的 问题是说你跟上来了吗 当今天高利的股价 能够再创新高的时候 我想你手上有高利 你多快乐你知道吗 你不用每天看到别的股票 今天涨明天跌 在那边对 抱也不是不抱也不是 所以各位高利 真的2022年 真的我想到今天 2022年封关这一天 你可以看到出来说 对了 什么叫做真正好股票 好股票不是今天 不是什么 不是那种腰股 什么拉个三天涨停板 你觉得很高兴的 那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除非涨停板 起上第一天你买到 开始要暴跌之前 你能够卖到最高点 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个样子 你去买那些股票 我也祝福你啊 但是绝大多数的 同样大家心知肚明 对那些所谓的那些腰股 那种标股 你绝对不是买在起涨 你买进以后套上去 你没跑下去暴跌 对比暴涨更痛苦而已 你喜欢玩那些股票吗 所以我在讲 对不对 我说你有几百万几千万以上 而且你是一个真的 属于那种稳健型的投资人的话 你当然希望你长线不断的 能够找到这种股票出来 而这个高利 对不对 你看今年一整年 到年底的回头一看 是不是就是我跟你所谈的 对不对 我说你要选大标股 你不要以为 一两千只股票 你以为很难选 透过我的这两个步骤 你要选大标股太容易 而且透过大波线 去同时大波段更容易 那各位 如果说到今天为止 如果说你自己做股票 都做得好辛苦 我真的建议你 你刚好后面放几天假 对不对 你趁着几天放假的期间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手机办好 从下个礼拜二开始 开始面临2023年 不只是新的一年 也是未来的长长久久 我想你在股市里面 你还要待很多年吧 那各位 那你西部学长 真的从2023年开始 你跟上微国庆 跟上大富县 从2023年开始 真的透过这样子 这两个步骤 来未来抓住每一支大标股 而且能够透过大富县 来从它的大波段 而且随着大富县 什么地方叫做 知买知买 对不对 你做股票 开始做得轻轻松松 你希不希望这样做 如果你希望的话 我就建议你 你这几天赶快打电话 进来手机办好 从下礼拜回来之后 未来的长长久久 你跟上我 跟上大富县 你会真的觉得 未来做股票 会做得好轻松 各位我希望你能够 你真的能够体会出来 我跟你讲的肺腑之言 好吧 好 那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所谈的 昨天今天是有感而发了 我说真的了 在目前 你看今年以来 股市搞成这个样子 但这种股票是长成这个样子 谁不希望有这种股票 好了 那另外这个 除了这个高率之外 当然了 那我就谈就是说 好吧我刚讲过了 那以这个明年 这个 这个上班 以明年 回来之后 基本上我还跟你讲 我说各位 这个其实看起来 不管是1月也好 或是明年的第一季 或是上半年也好 其实 钢铁航运升级 仍然会相对强 我可以提醒你 其实 这个电子股 你 起码以1月份 或者是第一季来看的话 其实相对 电子股还是会相对弱势 为什么 因为这个11月 因为台湾才出现第一颗紧急的蓝灯 对不对 外销当得很快 那 其实紧急蓝灯 因为电子占了台湾产业的70% 所以这个紧急会蓝灯 其实就告诉你 电子来讲大部分都不好 因为如果电子产业好 台湾的紧急不会蓝灯 你听得懂吗 所以目前来讲 以个别以产业来分的话 电子大体来讲的话还是相对弱 所以我还是提醒你 如果说你希望从1月开始 能够抓住 帮自己能够抓住一些好股票赚钱的话 我建议你 如果你手上的电子股 还太多的话 我建议你应该转到其他 就譬如说像钢铁 航运或者生技 这一些来讲 起码1月也好 第一季也好 这些产业的股票 仍然会比电子股好 我话给你讲的这么白 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尤其对不对 但是不管是任何一支股票 跟着我大幅线操作就对 你跟着大幅线操作 大标股的大波段 你永远稳稳的让你 对对 抓住 你也不会中间随便就被洗掉 我再跟你讲 我都特别会在你手上的 我们的波段单 我一直抱在手上 我已经早就跟你讲得很白了 不管这个股价涨到哪里去 只要大幅线没有出现波段的卖出讯号 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我就抱着 这么简单而已 这样做股票OK吗 嗯 你抱个一成资金 两成资金在这个地方 你很快乐 这个对不对 好 好了 因为时间我讲快一点 各位 所以我一直说 其实明年大概第一季 基本上 这些产业会比电子还是相对强 所以各位 其实你看到今天 对不对 你看果然 其实尤其12月以来 我想你看各产业里面来讲的话 当然你看 其实钢铁 其实我真的 钢铁 虽然说它 主要是因为大盘 大盘是在做拉回 所以这个 但是钢铁这一块 果然就是比大盘要强很多 对不对 而且各位你知道 因为其实钢铁股是这样 因为刚好因为大盘 12月是在拉回了 我问你 如果目前的行情 是类似于像11月 是一路往上喷的话 那你认为这些钢铁股 还会只是盾在这个地方吗 嗯 当然不会啊 早就冲上去 但是问题是你看 当大盘 到昨天为止 还在创短线新低的时候 可是钢铁股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大家都守得很稳 对啊 钢铁股12月以来 确实比大盘抗跌强太多了 对不对 那问题是 但是我一直跟 当时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 在12月中旬 12月13号 但在这个地方 我在利用中红 在跟你谈钢铁股的时候 你看到现在 从12月中旬到12月底 有没有 钢铁股基本上 真的都比大盘 已经算是强很多了 那这类股票 因为钢铁 我一直在讲 因为钢铁这个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以后 因为 因为这些像什么 这个大陆的保钢啊 像这个台塑 那个河内 那个合进大钢厂啦 或者像这个台湾的中钢啊 这个大家 或者像现在 连南韩跟日本 前两天不是那些 南韩跟日本的大钢厂 也宣布调高那个钢架吗 所以大家都一起来 而且我一直讲过 因为钢铁的景气循环 不是三天两天 不是一两个礼拜了 它是一段长时间的 所以我一直讲 所以当时我在12月中旬 我在这里 我就一直跟你讲 我说以明年来说的话 大概第一 起码到上半年 大概钢铁的景气好 是最透明 而且是最笃定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说你 如果说你真的 你希望去找一些 这个非电子股的话呢 我一直讲说 我说钢铁绝对是这个地方 是资金的避风港 你看 从12月中旬 12月13日 12月13日就是这一天 在这里了 有没有你看到现在 有没有正面微微信的看法 还是对的 好吧 我希望你手上 你 那问题是钢铁股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话 我还是欢迎你 赶快打电话进来 手续办好 下个礼拜回来以后 你跟上微微信 我带着你做钢铁股 这些股票涨到哪里去 短线怎么做 破断怎么做 你跟上我就对了 我帮你规划的好好的 另外钢铁好 我觉得这样的 钢铁好的话 对 对 那散装航运一定不差了 你看 中航对 前两天大跌 这个短线急跌之后 昨天回到大副线这个地方 昨天我在群组 还在跟群组讲说 不要怕 不要怕 像中航对不对 你不要看它大跌一天 两天回到大副线又没跌破 昨天也是还收一根红棒 最近我还在群组上 各位 所以我说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加入我的群组的话 赶快扫描 营幕右下方 LINE的QR code 昨天我还把中航 我还放在我的群组上说 看到 来到大副线 来到大副线 没有出现卖出讯号 还收红棒 昨天 刚刚在群组上讲完 今天 马上 今天 散装里面 中航就是最强 盘中涨了4%多 快5% 强不强 你看 如果说就算你玩短线好了 如果你已经有了 你有我的大副线系统 昨天看到没有 在哪里 39.8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那是多少 39.1 为什么昨天最近39.1 因为大副线 现在是9.8 我一直讲 你有大副线之后 对不对 你就在那边等他来 你看39.8 今天一冲冲到哪里去 冲到11块6 你随便一赚 一张又是2000块可以赚 各位 昨天这个三十几块钱 你买个20张 你资金大的话 你买个20张 30张 不为过吧 你看你今天一天又赚多少钱 你看到没有 今天跑到哪里去 今天跑到哪里去 各位你想想看 到底 我今天 我也在跟你讲 不管你喜欢做 做长坡也好 你要做短坡也好 你要做当从也好 我的大副线是不是 一再一再的印证给你看 你要做大坡段也好 你要做短线也好 你要去买短线的低点也好 甚至对不对 你写短线 当从都没有关系 昨天中行股价 来到39块1 到现在39块8 今天一涨 随便就上去都4%多 你希望这样 你希望做股票 做得这么轻松 那各位来 今天趁着这个年底了 今天维国庆 我再开放一次 这几天 只要你这三天打电话进来 维国庆我提供10个名额 让你享受50%的大回馈 但重点是 跟上维国庆 跟上大副线 未来你做股票 对不对 这个精准的预告你的买卖 买卖点在什么地方 波段短线当中 全部一把把你抓 好 赶快打电话进来 享受这个年度的大优惠 然后跟上维国庆 从明年2023年开始 好好的把每一支每支强势股 波段短线当中 全部一把抓 让你做得好快乐 各位 10个名额 这两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这个 下礼拜二回来 开始跟上维国庆 跟上大副线 让你未来常常做股票 做得轻轻松松 OK好 自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